兩岸針對今夏水域事件協商 仍未達成共識 二十八號也沒有進行協商 持續溝通中 中國國裁辦則是高分被嗆聲 朱鳳蓮講 這位女士是海委會主委管碧琳 用詞很重 但被問起事件源頭 三無船舶越界卻又輕輕帶過 中國國裁辦五度提到 要求台灣對死亡人士家屬道歉 對案談判代表也是希望施壓我方道歉 但國安官員強調 對方越界海巡是依法驅離 不該道歉 如果道歉了 以後海巡都不能執法 目前金門地檢署正針對事件調查 真相出爐之前 不可能先道歉 中國自己都在取締 就他們的三無船舶跑到台灣來 台灣取締 中國反而像土匪一樣用盡辱罵的話 還說未來發生什麼事要台灣自行負責 有這麼不講道理的國家嗎 耐清德即將要就職典禮之前的一段時間比較敏感的時刻 然後藉由這樣的一個事情來去進一步的一個擴大事端 執法的層面基本上我們並沒有任何需要道歉的必要 因為這是本身這是我們台灣本身的一個法治的一個問題 二十七號十一艘中國海警 應傳我國境限制水域 海巡派艇半航提醒對方越界 我方保留善意空間 而被罵冷血的管碧林 透過海委會強調第一時間就表達關心 朝向慰問家屬方向努力 三次環節由台北參望到